李子柒与闽红张磊 他们实现财务自由的路径有什么不同? 罗伯特清奇在《富爸爸穷爸爸》里面 介绍了一个创造财富的ESBI模型 E象限代表的是Employee 打工人 拿时间换钱 收入主要和能力高低有关 S象限是Self Employed 个体户 为自己打工 也是拿时间换钱 但是卖给自己 B象限是Business Owner 企业主 让别人为自己打工 花钱买别人的时间为自己赚钱 I象限是Investor 投资人 用钱生钱 E和S这两个象限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拿时间换钱 一个是卖给企业主 一个是卖给自己 律师 心理咨询师 商业顾问 都有自己的小生意 但他们的财富依赖于个人的时间和努力 这两个象限的人 想要赚钱就必须干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B象限不同 企业主他是用一个系统帮他们创造财富 通过运营这个系统 即使在他缺席的情况下 还能正常高效地运转 帮他创造财富 员工耕耘 他来收获 从这里你就可以发现 用钱买别人的时间 是划算的 时间大于金钱 I象限的投资人不是运营系统 而是运营风险 可能会投资多个B象限的企业股权 也可能是股票 债券 房产等等 E象限和S象限的人 获得的是主动收入 B象限和I象限是被动收入 在中国 每个象限有多少人 全部人口14.1亿 就业人口7.3亿 剩下的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2.8亿 小孩学生3.5亿 失业的不务正业的0.5亿 I象限的投资人有多少 根据2022年度胡润财富报告统计 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 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90.7万户 我们可以认为投资人数量不超过100万 中国有两亿股民 但他们不是投资人 注册企业 不含个体户差不多是5000万 4800万是中小微企业 9人以下V型企业占据了80% 这些人真正意义上应该算是S象限 或者是S象限向B象限的过渡阶段 真正B象限的人数是1000万左右 再测个体户1.15亿 加上V型企业4000多万家 考虑到夫妻店的形式 所以S象限人数大概是2亿 7.3亿就业减去2亿S象限 减去0.1亿B象限 加上0.5亿的失业人群 也就是说有至少5.7亿 在一象限里求生存 公务员 老师 医生 白领 农民工 都在这个象限里 这么算下来73%在一象限 26%在S象限 不到1%在B象限 不到0.1%在I象限 也就是说99%的人 都是在用时间换钱 经营10个人以上的企业主 已经是百里挑一 哪个象限最有可能实现财务自由 纳瓦尔说 靠出卖时间是不可能致富的 你必须拥有股权 也就是企业的部分所有权 才能实现财务自由 如果你是通过出租时间 来换取报酬的 即使从事律师和医生等高薪职业 你能够获得的报酬也非常有限 不足以让你实现财务自由 要持有股权 如果没有企业股权 你就没有被动收入 赚钱的机会就会非常渺麻 I象限的大概率已经财务自由 B象限很有可能实现财务自由 S象限有可能 可能性很小 比如头部自媒体博主 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很少 E象限几乎不可能 除非你能成为拥有公司股权的超级打工人 但那个时候 你已经不是纯粹的E象限了 你有被动收入了 所以你在E象限和S象限努力工作的目标是 直到有能力拥有企业股权 可以是科技公司给的期权 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也可以买入企业的股票 成为小股东 还可以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企业 总而言之 要想方设法拥有企业的所有权 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 不同象限的人 实现财务自由的路子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他们用的杠杆不一样 实现财务自由的杠杆有三种 刚好对应了三个不同的象限 第一种杠杆是劳动力杠杆 就是花钱让别人为你工作 这是最古老 最传统 争夺最激烈的一种杠杆 B象限的企业主 就是靠劳动力杠杆实现的财务自由 但是这种杠杆比较难用 因为管理人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管理的好 你的杠杆支点比较远 企业这个系统赚钱就不费力 管理的不好 这个杠杆支点就比较近 赚钱就难 甚至还会亏钱倒闭 那就是支点超过了二分之一的临界线 第二种杠杆是资本杠杆 这种杠杆更现代 二十世纪开始兴起 说白了 有钱可以直接投资企业购买股权 也可以购买劳动力 资本杠杆比劳动力杠杆更好用 一方面来说管钱比管人容易 另一方面就是钱可以扩变成劳动力杠杆 I象限的投资人 手中握着的就是资本杠杆 B象限的企业主 可以从I象限的投资人手里融资 就是借用投资人的资本杠杆 第三种杠杆 是最新出现也是唯一普通人 可以触及的 就是复制编辑成本为零的产品 包括书籍 媒体 代码等等 其中代码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种 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够了 咖啡多卖一杯 成本是永远在的 软件和线上课程 多卖一份的编辑成本几乎为零 如果不会写代码 就去写书 拍视频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做up主 做兼职作家 这条路是普通人最有可能实现财务自由的路 一分耕耘可能换来万分收获 资本和劳动力 是需要获得许可才能使用的杠杆 你想用资本杠杆 但得有人愿意出资 你想领导他人 但得有人愿意追随 只有复制编辑成本为零的产品 这个杠杆 是不需要他人许可你就可以用的 科技公司 最初就是利用第三种杠杆 写代码软件起步 然后融资获得资本杠杆 有钱之后 招人扩大团队获得劳动力杠杆 开发的产品也是基于代码的编辑成本 几乎为零的产品 所以近年来 科技巨头能快速积累财富 特斯拉未来主要的利润在 FSD 卖车可以不赚钱 靠编辑成本为零的FSD软件赚钱 I象限主要是用资本杠杆获得财富 B象限主要用的是劳动力杠杆获得财富 其中一些科技企业也会同时利用资本杠杆 和编辑成本为零的产品杠杆 S象限小部分人会利用编辑成本 几乎为零的产品杠杆 E象限的人几乎没有杠杆可用 极少一部分做到高管之后 能获得一部分期权股权 能利用少部分的劳动力杠杆 纳瓦尔说 不要再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 白领和蓝领了 现代人的二分法是 利用了杠杆的人和没有利用杠杆的人 最后 分享几句纳瓦尔宝典里的金句 赚钱跟工作的努力程度 没什么必然联系 财富是在睡觉时 也能带来收入的资产 靠出租自己的时间 是永远无法支付的 要努力工作 直到有能力拥有企业股权 世界上没有快速支付的教程 即使有 那也只是提供教程的人 想从你身上赚钱